你好, 财经揭露, 喂, 第四节, 喂, 大家好, 这节是余光交易手记 江志愚想说什么? 外面有几位大师级的那些说过 现在恒新指数, 无论股值, 无论图形, 其实就是30年40年的低位 我们接下来的两节, 看看是不是真的二三十年的低位 都值得买, 说股是否很便宜呢? 那我们用两节去说, 第一样东西, 我们看看今天的市场 今天市场其实也有少少波动的 麻烦你拿这个二十大成交来 行 到升1.5% 值得留意, 是不是国内的股市开始有力呢? 是不是接近这个底部呢? 因为国内的股市是有权不跟外围的 然后国企指数跌了0.65% 科技股指数也是跌0.5% 但是中段科技股指数跌了2-3% 虽然跌了, 只不过恒新指数跌了131点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创几年的低位 腾讯今天是3年低, 营赋基金也是3年的低位 阿里巴巴是6个月的低位 2-8%中国股指数基金 是3年低位, 双银行是52周低, 汇丰是52周低 这是大成交的低位, 那部分 创几的低位上回来, 比亚迪, 京东 全部创几了, 理想汽车也是到升6% 这些跌了多, 这些之前 那你见到究竟如果A股能够做到底的 开始做到底的, 港股有没有权会好些呢 这是思考的问题 我进正题了, 何志光有一幅很有趣的图 就是《香港恒新指数市盈的PE数》 在网上回来的, 复盖的范围也很远的 1998年开始, 直到2022年 红色线就是恒新指数的走势 蓝色线就是市盈率 OK 如果看这些, 包括二十多年 红色线那个呢 其实就已经是2020年之后 跌穿上升轨了 有部份的前辈也好, 大师也好 给Post那些图呢 有另一条线就是三十年的 我们现在是三十年的支持 有一个论论 就是说 就是我们2022年 能不能够和2010年 能不能够和2000年 或者1990年那边比较呢 是否那时候的PE 和现在的PE是可以比较呢 何志光 真的不懂 所以这些问题呢 不是可以随便作答的 因为港股的性质都不同了 90年代是没有那么多国企啊 你起码都没有那些科技股先啊 没有腾讯先啊 90年代呢 就是新鸿基啊 长实啊 汇丰那些大了 那份量那些大很多 是啊 现在我的份量压到很低的了 汇丰啊 藏实那些 真的不淡笑 那我就 我就画了一条线 在2008年那里 为什么画这条线呢 那时候开始就是700 入行分指数成分股 OK 自从2008年之后 年中的六月 有个700在帮手 那就是这么多来说 勉强强强说 2008年之后呢 和现在呢 当然是不同的 但是就比较相似 因为多了个新力军 那么现在我们就 多了一堆新力军 大家看的时候呢 你见何志光你见我们呢 圈着绿色 圈着绿色的圈在那里 那些就是超低位来的 那些超低位来的 那些超低位来的 OK 你现在画了三个六圈 都去不到五 都是七是最低的 2009年的时候 很接近 2008年的时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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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也有八 估计 啊 估计也有八 没有 没09年那么低 是啊 喂 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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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捕捕捕捕捉数机 如果现在由9 跌到7 那行申指数是多少呢 那我不停捕捕捉 那它应该跌到20多个% 即是去到1.34那边 哇 是啦 去到1.34那边 很恐怖啊 我这儿不是想说行申指数呢 是真的有机会去到1.34 不过根据历史出现过的事情 当市盈率到7的时候,是可以落到13,000 所以这个要留意 2008年年底或者09年左右 最低应该是13,000或者跌穿13,000 如果今次跌穿13,000 那么PE就会比0809年的程序 如果指数数字会落到13,000 就会很惨烈 PE会比当年更差 有一件事,我记得当年,我手上没有资料 当年有些成份股都没有市盈率到5那麽低 我相信 现在我们有些成份股的市盈率就真的 低到明天要7个那样 即是国内的银行股 国内的银行股 平均PE就比美团这些超高的拉高了 其实有些真的很低 应该要计算是低过多年的 如果银行股应该低过的 如果国企那些 3988中国银行市盈率也只有3个 阿哥 九年也没那么惨 没那么惨的 360就只有4.6 即是明天要倒闭吗 是不是不可能 所以 这是一个考虑 有些是超低的市盈率 有些是超高的市盈率 那你恒生指数服务公司 又堆了一大堆那些什么 之前什么海底漏 一大堆很奇怪的东西 那些不是可以倒闭档 但那些5%都很低 那些就OK 那些权重 那究竟佔多少 麻烦你 有个红色框框那张 是是是 见到腾讯的 那我就将 08年未出现那些物种 又是比较 大的那些都圈了出来 那他们全部集中在 工商指数 那 那腾讯就佔8% 原来maximum最多佔8% 美团就6.7% 接着9个800 就是阿里巴巴 就6.4% 接着 就连到中移动 中移动也有 有 2% 那些下面有一堆 近期的京东 比亚迪小米 每个佔2% 1% 再数下去 那些就佔0.2% 那这些如果是加加密 大概33%佔了 就是说 粗的估计 我们恒生指数 有33%是这些新进的 嗯 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 仍然是比一些旧的 是佔有了 那我相信大概有20% 零碎碎 就给那些什么 就是 中国生物制药 什么 中星控股 阿里健康 海底撈 瑞星 还有另外一个手机 还有另外一个手机 跌了很多 嗯 俊宇江鹤 这些 那 换句话来说 其实来到这里 相信如果我们在28000的时候 这33% 可能就不是占33% 可能占50% 就是这些新进的 师兄弟 因为股价跌了 所以占33% 所以恒生指数 现在的变速的味道 可能变回传统少少都不怕 好了 如果有个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觉得恒生指数还有没有特别呢 呃 呃 我不懂的 你这样问我 其实是可能性 很明显 就是 以前传统的 有些中国银行 中国金融系 那些 然后又有这个人寿 有平保 一堆 交易所一堆 是吧 那这些其实就跌了很多 这些 嗯 那这些 那这些 波纪的师兄弟 那其实 跌了 跌了一半的了 跌了六成的了 啊 那其实 未跌的 就是那些 香港未跌的就是那些 那些 汇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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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呢 如果呢 是中国 那边 是ok的话 很大机会 呢 很大机会 呢 很大机会 因为这一大堆 的 阿里巴巴 那些 其实已经跌了很多 啊 所以其实 恒生指数 是有道理 是有个力 是向上的 啊 ok 但是 现在 不可以说 全部 什么都说是 ATMXJ 说了事 我看上去 那个分配 就不是了 现在 应该是金融股 加ATMXJ 说了事 这两个 跟我们之前 想的有少少不同 因为ATMXJ 实在跌了太多 我看另外一张图 没有啊 何智光 那张是绿色的 嗯 是的 那我们看回 金融系那边 其实 它现在分开 整个恒生指数 它都分了 金融的占36% 公用股占3.8% 差不多看不到 现在已经 地产占8% 然后工商占52.3% 看上去就是工商画市的 ok 其次就是金融画市 那工商呢 我就绿色圈住那里 最小的就是1.5% 下面那些我就不画的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ATMXJ 那对 ok 那 长和都很小了 现在 所以说 原来就只有淡少了 1.26% 原来长和 是啊 那你加上那些地产 长实集团 是0.9%而已 就是长和是大概 啊 公用股那边也有长和 是 那些 是 加上真的不够5%的 现在是这样 就是长和 工商有一只长和 跟着呢 地产那里有一只长和 三条一三啊 跟着呢 公用事业也有长和 但是全部都很少 1.4% 或者甚至长江基建就0.29% 这样 长和系的影响力就真的摊得很薄了 很害怕 当然它是危险 我想是长和自己 就是一号仔 很危险的地方就是他可能 一号仔有很多英国的资产可能会 因为他里面如果英国真的有 退休金这件事爆煲 长和就很危险啦 那如果他 公用事业那边 长江基建都好像 都有些英国资产在长江基建的 嗯 总之他两只 长江基建加一号仔长和呢 两只都可能被 因为英镑跌也好 他退休金爆煲也好 可能是狠狠的 是 是 我想详实地产 地产三条一三 就可能没事 因为香港资产多了 是 那都大件事了 是 没错 因为英国那边真的大件事 我相信 是没错没错 就是港应该没跌完的 是 哦 现在 其实 风雨又来 西方社会的金融系统 美国以外 比美国先严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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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股票 我看都是美股 美股科技股也跌了 就是 科技股 所以这些 这些很紧张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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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最大那只 那继续是汇丰的 8% 那 柚帮也这么具形 哦 柚帮也是接近8% 或者只是这两个 只能够10% 所以将来 将来是这两个可以很大影响 这两个都是有获的哦 这两个都是有获的哦 就是你柚帮买了很多债在身上 现在的债价就下落了啊 那还能够加息啊 啊 福陶也不是说 哎 就是 现在的炒法呢 就是每个都要跌,似乎汇丰和友邦的大户还没跟他开刀 是,汇丰英国那边也是关他事的嘛,英国PK他就P了 是啊,我们比较少说,原来建行是占了5% 算是多的,下面一大堆就是工商、中国平保、中国人行、小商银行 一大堆数之后也有10%的,加上人寿、平保等 所以中资银行本身都是有力的,所以我们现在看ATMXJ的同时 其实要看金融股,这两批绿色的东西加上 就已经是佔了接近60-70%的了,整个恒生指数 另外30%是给一些小小的瓜分 那这样说实际上,大户要做恒生指数呢 其实现在比以前複雜很多了,因为小只那些 怎么说呢?小只那些 你是不是这么神通,港大控制到这么多只? 哈哈哈哈,我不是说他们不能够 而是比以前困难了,是啊 我想这样啦,我们的节目都这一节是差不多了 有什么都留下一节说啦 没有投资意见啦,纯粹吹水,OK? 拜拜